大家好欢迎来到严谈股市 OK我们看一下昨天我们的那个SwingTrade的话是怎样 现在这个是Cos753 然后Cos3的话基本上它是还没有 它今天收市是还没有低过这个 1.895这个 支撑点 然后它另外一个支撑点在1.855嘛 所以基本上我还会在hold多一天看 然后放一个stop loss在这边 如果它跌破的话就直接跟它买掉 然后看它这边明天会不会有一个回调 因为它已经跌了1.2.3.4.5跌了5天了 基本上还有两还有还有三天的时间 明天后天还有两天的时间才到星期五嘛 就是那个顶级手套的业绩 所以这个是Cos3的这个情况 Supermax的话呢基本上我是已经closed position了 因为现在都都已经跌过那个support了 现在所以我就就没有再去看它了 现在现在只注重这个啊 这个tokroft不是tokroft啊 那个Cos3啊 所以因为你看它现在这里就已经跌破了 所以它有一个这边1.6都已经破了嘛 那时候是一个1.6在这里啊 所以好像又好像有一点反弹的迹象啊 所以现在的手套股也是啊 如果拉上去也是全部一起拉 所以现在安全一点还是玩Cos3就算了啦 玩Cos3比较安全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monitor这个Cos3 然后再跟你们update明天的这个情况 OK我今天小小的分享就到这里 记得帮我点赞订阅 谢谢 谢谢